關鍵是 通常渣女不會正眼看你 就這種媚態的人都是斜眼看你 所以他的眼睛通常會在旁邊 三根很低是怎麼樣 這個人相對來說沒有自信 所以他會透過不同的男人中建立自信 這樣子的人就真的是 那我們剛剛聊完渣男渣女之後 我們接下來下一個層次是 如果他自己本身就是那個容易吸渣的體質 有沒有這種路線 容易吸渣喔 對 其實容易吸渣我覺得有幾個類型 就是首先我覺得女生也是一樣 第一個毛髮很濃密 就我們剛剛講的這邊毛特別多 服氣的概念 然後這邊毛也特別多 毛髮很多的人性格比較衝動 所以眉毛又很濃 因為就這種柳葉眉 然後再濃一點 然後尤其是額頭如果又亂七八糟 那種胎毛的東西 對 就整個臉你發現毛很多 這樣的人超容易遇到渣男 他如果再結合什麼大眼睛就更大 大眼睛的人天真好騙 所以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他一定超容易吸渣 再往下如果他怎麼樣他沒有三根 就跟這個一樣他鼻子從這邊開始長而已 只有鼻頭沒有三根 就沒有自信 就沒有那個 對他就沒有自信 然後最有最厲害的是什麼 最厲害的是如果他顴骨又超大 他會超喜歡照顧渣男 然後最後是怎麼樣 還有一個點是他的嘴超小 櫻桃小嘴 嘴小的人做事情就是很保守 非常保不敢 他不敢離開這個渣男 他會覺得我離開這個渣男 會不會我下一個就沒有男朋友了 會不會我人生就要停在這了 所以他們嘴小的人就果足不前 怎樣的男生容易遇到 所謂的渣女被玩弄感情呢 相對來說我覺得有一點點難 怎麼說呢 首先是一樣全股很大的男生 我本來以為全股很大是強勢 所以也不一定 他全股很大的男生為什麼叫渣女 是他容易覺得這女生就是 就是反正他回來 我還可以控制他 對我還可以控制他 然後呢眼神怎麼樣 眼神比較是眼睛大的男生 但這裡面有一個點 比較特別是怎麼樣 比較特別是一般來說 他下巴比較窄 下巴窄代表什麼 下巴窄的人他比較急 而連窄的男生呢 往往只專注自己的事業 專注自己的事情 最可怕的就是那種小狼狗 我都專吃這種人妻啊 還有吃的 就因為這女生受傷了嘛 老公很忙嘛 所以他就出去怎麼樣 出去另循發展 然後再下來是這個男生 如果他的這個鼻子怎麼樣 三根又不是很高 他雖然說很性格很強勢 可是他很自卑 所以他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怎麼樣 就是他會想要證明他自己 可是其實這個過程呢 讓那個女生都是怎麼樣 很受傷的 然後呢那個女生就會慢慢的怎麼樣 被其他外面的人給 被誘惑了 結種 所以綜合下來這個類型呢 一般來說就比較容易遇到渣女 講到改身的部分 很多人就想說 那我想要改我的命運的話 是不是可以藉由眉毛去修眉 或是整形 或是點字什麼之類的 對 是真的有用嗎 一般來說 你的這個面相上面 你三根月挺的人 一般來說大家越不敢造次 對就是尤其男生 男生三根月挺的時候 其他人看到你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覺得你很能幹 能力很強 他們對你就會保持一個怎麼樣 比較崇拜 所以我們說三根高就是一個貴氣的表現 但是女生是相反的 女生三根高 容易讓男生覺得太強勢 對 所以女生反而是要臉圓 臉女生臉越圓 今天他的貴人運就比較多 所以女生臉圓的話怎麼樣 就比較容易怎麼樣控制住男朋友 有一種女生也是屬於很容易出問題 是額頭太高的女生 那這種都屬於大齡單身女子必備的條件 一額頭高二三根高 那所以就用這些瀏海把你的額頭遮住 這樣子桃花也會比較好 男生其實臉圓一點也會是不錯的 其實臉圓在整個兩性方面都是好事 因為人類天然喜歡照顧圓的東西 好可愛的關係 對 所以你窄你就容易出狀況 但語言比較好 但記得眼睛不能圓 所以你盡量戴眼鏡 讓自己眼睛看起來不要太大太圓 要不然就很好騙 戴眼鏡天然會有一種精明感 比較不容易出現場 對 但如果語言這個東西 那它就容易被大家覺得 你可以騙 你好欺負 那就會容易出狀況了 了解 眼鏡趕快換起來好嗎 各位 沒錯 好 我們現在聊完張安張女的面相 我們現在來破解都市傳說 關於說張安張女退散的都市傳說 第一條就是 很多人都說房間擺一些假花 或是什麼假水晶 或是畫裡面有花 這樣是對桃花不好嗎 是爛桃花嗎 好 一般來說從風水層面 我們叫有形必有靈 所以假花就意味著虛情假意 所以建議大家怎麼樣 還是擺真花 但其實你反過來講 這跟人的性格也有關 為什麼你擺假花 絕大部分很容易發生 所以你懶得照顧真花 對 那如果你不是一個 這麼想要花心思經營東西的人 其實在感情上你想要素食 那你危險度就很高 對吧 你想要找一個人 然後擺愛那個他都不會變 我都不用經營他就要好 那你遇到這個渣男的概率 就概率很高了 至於家裡面很多花的人 他其實代表他內心 需要的那個啤花比較多 所以他擺得整個很花花綠綠的 也代表這個人怎麼樣 心很亂 那心不敬 你在感情上也很容易混亂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辦法認定一個 你心就不敬 你就是心原意 是說的 免花樂草 沒錯 第二個是呢 多參與婚禮能夠增進姻緣嗎 那像那種伴郎伴女 到底是可以增加你的姻緣 還是就是會有損自己的姻緣 這個問題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但是我認為多參與婚禮可以增進姻緣 這件事搞不好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結婚現場一定是美好的 所以大家對於婚姻這件事 產生新的遐想 所以在現場如果彼此會參加的人 而且又能夠交到朋友的人 他理論上會投射 因為你們的共同回憶 是那個美好的場景 所以會投射你們兩個也要走到那一步 第二點是什麼 第二點是 我們只要認識的人 比較容易探聽情報 你知道我們台灣人常常講 探聽一下 你知道這個詞在其他地方沒有 探聽講的就是 我們要探聽一下這個人到底是好是壞 所以能增進姻緣 我覺得這個邏輯是合理的 邏輯是合理的 好接下來第三個 渣男渣女退山的都市傳說 就是三 桃花位不能夠放電視機這件事情 首先這個真的是學理的問題 首先在風水上所謂的桃花位 的確是用水做成的 所以電視機是大火 所以的確是水火相剋的結構 但是這個所謂的桃花位 第一你要有專業的風水師幫你找出來 第二是專業的風水師找出來之後 通常不會讓你卡電視機在上面 對因為你剛才這樣 你要吹桃花嘛 你不會這樣子幹啊 所以這個邏輯是對的 因為電視機是大火 對這樣這個問題 已經是非常深的學理問題 但是如果你在桃花位的電視機裡面 播A片 可能它反而是桃花的效果 因為電視裡面的內容 也是物質的一份子 如果你一直放愛情片 每天24條輪播愛情片 或是輪播愛情動作片 那的確會有機會增進你的桃花 了解 粉水晶 這個應該很多人知道 就是什麼帶粉晶 然後可以提升自己的戀愛運 然後桃花運 這個是算是蠻傳統的一個做法 效果我覺得也還不錯 但是我最近發現一件事 大家需要替身的好像不是桃花運 是挑桃花的眼光 對因為我最近跟那些女生聊天才發現 對女生來說 她喜歡的才叫桃花 不喜歡都是爛桃花 對 不喜歡的都不存在 我常問她說你最近有桃花 沒有 我說有點喜歡你 有 那差不多多少個 差不多十幾二十個吧 我說那你還沒桃花 她就說沒有啊 沒有我喜歡的 那怎麼樣遇到品質好的 我老實說 我通常都建議把家裡收乾淨 因為把家裡收乾淨的時候 你腦子比較清楚 所以你看到對象的時候 你比較知道這是不是你要的 你就能把品質提高 旧情人的東西就是應該要丟掉 不然會當桃花嗎 這個我覺得取決於不同的人 一般來說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你喜歡的人 屬於顴骨比較大的類型 那我建議你還是仍仍仍 因為這樣的人控制欲比較強 所以她發現你一直藏旧情人的東西 它是會翻臉的 對 但是如果你另外一半是屬於什麼 就是鼻子比較高 沒有什麼顴骨的人 一般這種人自信度比較高 他也不是那麼在意你到底有什麼東西 所以這樣的人 其實你留著他也不是很在意 所以關鍵還是你喜歡的男生 是屬於哪一個類型 那我們今天聊這麼多 關於說渣男渣女的面相也好 或是都市傳說也好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就要看這本書 那最後可以推薦一下 到底去哪邊可以買這本書呢 基本上各大書店網路上 然後各大書店都是有的 然後如果你想知道裡面的東西 你從書店翻一翻 也大概都可以看到裡面的內容 但還是希望大家會喜歡 可以透過我們今天給的這個文字 得到一些古人的智慧 怎麼樣幫助你在現代的生活 好 沒問題 那最多 後來你如果想看到更多關於他的消息 你可以到他的社群 開到我的IG或是減少年的頻道 反正你Google減少年 你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東西 沒有問題 那大家謝謝 減少年今天來受訪囉 謝謝 謝謝 拜拜 我是減少年 想看更多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加追蹤喔